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生在里约的布鲁还没有学会飞翔 就被走私者贩卖到美国名义苏达州的小镇上 遇到了他的主人琳达 从此他们相伴成长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布鲁学会了很多人类的生活习惯 但他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能甚至连飞还都不费 一位来自里约的鸟类博士闯入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他说布鲁已经是世界上尽存的一只宫的蓝色金刚鹦鹉 他希望琳达带着布鲁一起到里约 给蓝色金刚鹦鹉繁衍后代 琳达想了好久终于克服心中的不舍 来到了里约的布鲁开始和猪儿相亲 但由于生活习惯不同 两鸟一开始并不来电 晚上纳杰作为一只出色的卧底 与偷鸟者理应外科偷走了布鲁和猪儿 偷鸟的孩子费难多 把鸟送到手丝饭手里就开始了深深的自责 走私饭用铁链把布鲁和猪儿的脚绑在一起 准备一大早就把布鲁和猪儿送上飞机 卖个好价钱 深夜布鲁打开了鸟笼 自由就在眼前 逃亡时猪儿才发现布鲁竟然不会飞 所以他们逃亡只能用跑的 竟然还开了话般的倒过了纳杰的追击 第二天他们遇到了巨肺鸟拉贝尔 在拉贝尔的帮助下 他们要去寻找鲁伊兹打开铁链 而纳杰也找到了小猴子龙龙们 却成熟和布鲁和猪儿 费南托在路上遇到了寻找布鲁的琳达和博士 受不了良心谴责 带他们来到了走私饭的小屋 得知走私饭将在当天晚上伪装成嘉年华的花车 将鸟们运走 大家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嘉年华的会场 在去寻找鲁伊兹的路上 拉贝尔试图启发布鲁飞翔 布鲁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 做好搞得一团糟 他们来到了鲁伊兹常在的市场 但是铺了个空 却见到另外两位朋友 亲爱的们快个车再看出来 这不是当年拼拼库堡里的宠物们吗 大家一起加入了重要的派对 布鲁身上的桑巴血桶被吸发 玩得十分开心 也被美丽的猪儿深深吸引 但这一切早被猴子发现 一场鸟猴大变决就已展开 在鲁伊兹的帮助下 情侣档的铢链被打开 重获自由的布鲁和猪儿 却又闹起了别扭 伤心的猪儿独自飞走 却被那姐抓住带去了嘉年华 布鲁得之后和大家好不犹豫的前往营救 嘉年华的花车美得让坏哥眼花缭乱 走私饭的花车却真是丑爆了 博士和琳达装扮成蓝鹦鹉 也加入了花车队 美丽的琳达被当成主演塞进了花车 送上高高的展台 琳达站在高处 一眼就看到了队伍中正在寻找猪儿的布鲁 布鲁追上了猪儿所在的花车 却也被那姐抓住 和大家一起被走私饭送上了飞机 开着花车追来的琳达和博士 也没能拦下他们 神勇的布鲁在飞机上 用了没有教他的智慧 打开了大家的笼子 黑欧了大方的纳鞋 暴费了走私饭的飞机 但是猪儿的翅膀却受了重伤 琳达当相拥坠落 眼看就要掉进海里 布鲁在爱情的鼓励下 斩了自己的翅膀 抱着猪儿自由翱翔了起来 琳达当在这片热情甜蜜的村里 幸福生活 博士和琳达也坠入了爱哥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本片是一部2011年的3D动画片 由冰河世纪系列的导演 卡洛斯·沙尔丹哈指导 由好莱坞演员杰西·艾森伯格 安妮·海瑟威和杰米·福克斯佩因 为了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 礼乐奥运会 大家一起看看 体会下桑巴风情吧